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其实也是文创小店里头的高年级实习生 有的真的还在咖啡店里头学会了拉花 透过镜头我们要一起来看看 打死�植物 就拿过来坐 我去看看 我们要来小旅行 homeland 要去哪里小旅行 要对我来吃喝玩乐 在林東里裡面 林東社區裡面 很多地方 要吃的啦 要喝的啦 要去土的啦 是要來晃晃晃的 都有 待會兒去我走 好 好 這樣可以 好 Let's go 走 以前都是空屋 來這裡開店就有東西 就沿途 整條街 所以我們這邊就變成麗石街 這邊也有貓咪高地啊 還有那個遊行賣的那樣 把那個社區都沒化了 這就是親子傳生牆 是怎麼叫親子這片牆子 本來的黑黑草草 我們兩年就算一次 就用P圖給它披一披 把它擦擦的 因為我們這裡有三間 最有百年以上的老店 第一間 第一間的就是 滿川 滿川邊店 第二間是什麼 寶洛 第三間 寶洛千 所以我們有百年老店 萬川號 寶洛 何洛宣印鋪 好 來 我們又繼續走下去 這兩張櫥子 這兩張櫥子我們叫做什麼 紅子沒手 有一天 有一團來問阿公阿嬤 那大寶貝七仙女 跟他說這兩張櫥子 就一張是一樣的 就一張是沒有的 我們七仙女跟他說 有水手的就是一樣的 沒有水手的就是沒有的 不過小朋友說 不過阿嬤兩張都有水手 這樣要怎麼辦 這樣自己想 人生就是這樣 要給他想像 給他女人化 你就覺得很趣 來 好 又繼續走 來 給他看這個 聚增台灣 聚增台灣他的東西 很多地方都很報復 只要你全國找不到的地圖 你想要找的東西 都可以來這裡找 有一些學生 還是那個記者 是那個研究 做學術研究 很多人都想要來這間挖寶 這個古早 他不是叫做聚增台灣 他叫做什麼 不知道對不對 我叫一個人起來 阿美姐七仙女的大寶貝來 他以前的時尊 就是按那種窟工廠 來到這棵櫻桃印度廠 這棵就是合作日本料理量 日本料理量沒有的時候 換那種武德館 武德館現在摔在哪裡 摔在那種 中義國小 再來就比六書館 六書館現在摔在哪裡 吉利普武館那裡 再來就是團官區 要就政府收回去 再做現在中區窟工廠 不好意思 這樣不要太嚴肅喔 我們這個聽一聽 明天版本的又沒什麼一樣 對 版本沒什麼一樣 這是我們的特色 快樂就好 我們就是在地的快樂 好 走 做社區營造發現長者 也有城鄉差距 因為都市的長者 他們的防衛心比較強 你要把那一扇新的門打開不容易 不同的年齡層 你就要先學會觀察 先貼近他的生活 去了解他 你才能夠跟他做朋友 那我們也透過社區的移動式廚房 大寶貝解說員 然後走路聽故事 這種比較貼近生活的活動 長者比較喜歡 我們這裡的弟弟妹妹今天都穿了 你今天是怎樣 這樣很秘書的 是怎樣 好 阿嬤 相當開心 我們兩個一堆 我們兩個很有默契 我們這裡來到 我們這裡阿美族愛的小屋 為什麼叫愛的小屋 因為你看到 請再把它摸一下 他這個什麼 他的手都是他們 有沒有希望到裡面拍一下照片 好啊 好 這樣什麼人 要來拍照一下嗎 好 來 開心 來 這第二張我們來開心一點的 1 2 3 很偶然的機會 因為在整理資源回收站發現 二手衣真的太多了 那我們就想到說 那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把二手衣 再把它穿在不同的人的身上 就好像你的舊愛 我的新歡 把這個概念拉到 二手衣跟長者結合 就變成高年級 阿嬤的少女時代的Model Show 我到社區裡面我發現 阿公阿嬤那個年代的人 他們比較少有機會可以 所謂嘗試現代這樣的攝影 然後把他們拍得美美的 然後留一張好看的照片 漸漸的發現說 其實這樣的一個照片 或是這樣的一個影像 對他們的生活 對他們的記憶或是怎麼樣 各方面其實都會有影響的 阿嬤的 阿嬤 放輕鬆 放輕鬆 好 那我拍特寫囉 好 來 一 二 三 為什麼這裡比較叫做油航尾 那是諧音 以前在這裡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歷史街區 我們剛才在那裡看的是 水流的關心街 這裡後半段叫做油航尾 因為這裡大的人都是油桑 現在我們來的大油 以前怎麼大油 對我來 來喔 老闆啊 來啊 來來來 來大油 我騎這個鐵梅 你們看要貴蛇 我就把你們割貴蛇的油起來 你們就放你們的王 你們的王子來 我把你們的油倒進裡面 很辛苦喔 銀銅社區不只是有拍照打卡的景點 還有高年級時級生的熟靈霸台手 來喝阿嬤的咖啡喔 這兩個阿嬤是什麼人啊 高年級實習生霸台手 這好像像我來猜猜看 應該是這兩位對不對 對喔 反正 好 我們現在看這個咖啡是怎麼用出來 好 厲害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對 來看一看 妹妹為什麼會想要來做高零食習生 興趣 剛開始接觸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會要噴煮噴嚼 慢慢幾個禮拜來就不會了 煮咖啡最困難的地方是哪裡 拉不出來了 愛心都沒有看到啊 現在可以了嗎 現在有時候會有時候拉不出來 我的客人大部分都是還滿有包容的 滿有包容的 現在說阿嬤泡的咖啡喔 好好好 我要一杯我要阿嬤泡的 如果阿嬤在 他們就希望是阿嬤泡那杯咖啡給他們 那他們也會覺得說 來這邊也是一個打發時間也滿好 而且也是跟外界有更多的互動 比較知道年輕人喜歡什麼啊 然後給他們多聊一些事情 覺得更有趣 阿嬤泡 好棒 要一杯咖啡 要一杯咖啡 帶一下啊 好 在我們進來之前 里長來做社群 都一定把長輩帶得很好 那反而是說店家陸陸續續進來 對長輩造成一些問題 甚至有衝突 那我們就在中間想想看說 那我們可以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怎麼去協助這件事情 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比如說帶著阿嬤阿嬤去導覽店家 去認識店家 然後里長就會偷偷的跟店家說 你要端個茶水出來啊 然後跟阿嬤阿嬤認識一下 然後慢慢感情就變好了 陳大開始就找我們這些店家集聯合 就說我們可以來為這社群 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就開始在做一些課程 那我跟阿嬤他們一起來做餅乾 來做麵包 一直持續上之後 我就覺得有點無聊了 然後我想那我還可以做什麼 然後我想我這裡有咖啡機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我們來泡咖啡 因為上課 然後跟他們拉近了更多的距離 從一開始我發現 這地方我只是來做生意而已 可是現在是我還多了鄰居的這些朋友 來 雲童社區老屋活化新亮點 跟我來 嗨 嗨 我們這裡的大寶貝 尤其我們這是老房子 之前都空著 我們這裡的年輕人 來開店 還加我們什麼組 雞雲雞子 這樣自己拍一下 讚 我們這個年輕人 像要讓你們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大家可以 相親相愛敦親慕倫在一起 這樣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對 這樣我們就不要把你們嚼一嚼 做這個分箱蠟燭 我們等一下會先把蠟 倒到這個空洞杯子裡面 OK這樣可以嗎 80到90 現在倒的這個是什麼 那個蠟油 然後我們就把我們驅吻的原料 倒進去 把它倒進去然後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再把它放到我們需要的東西 放在這裡攪拌 對 然後我們今天用的這個是 天然的大豆腊 它是燃燒的話 是不會有一些有機物跑出來的 比較不會有那些化學因素 對對對沒錯 沒錯不然會有 對呼吸道也不好 比較天然 我們這個趨紋蠟燭 擀蚊子啊 我們大概就是放在腳邊 就是像蚊香的使用方式 小心不要踢到就好 或者是你可以放在門的旁邊 點的時候減少蚊子跟著你進來的機會 那我們大家的蠟燭都已經凝固了 對 那我們今天的驅蚊蠟燭 成功 好 歡迎 嗨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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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書房老屋活化亮點 第二間喔 No.2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 手作文箱看這裡 這個蚊蠟燭裡面有艾草 天然的艾草 來幫蚊子叫它賣外 還有我們還有加一個藍木的黏粉 讓它黏作火 我們還有加那個蚊子的 像你們現在做的是蚊子 我們用那種工地 存在一些粉給它拿回來用 我們還有把那個冬菜師的阿姨 把他拿上皮 回來打那個皮 我們現在就可以做很多口味的蚊蚊香 來 我幫你加水 謝謝 用水來就很好吃 沒關係 阿公很厲害 阿公慢慢用 太乾喔 當初會想要做蚊蚊是因為 兩年前台南登革樂 就變家家戶戶都點那個蚊蚊 蚊蚊點久有時候會不太舒服 想說有沒有什麼天然的方法可以自己做 後來有去查 然後查一查就我們做看看 然後有點 然後出去頭會就阿姨會說 這什麼 就會拿一些有去點 好像不錯喔 不然我們就約個時間來做 然後就可以拿開槓 有什麼阿姨什麼有的就是 不太喜歡出門就一直待在家裡面的 來做蚊蚊來拍蚊蚊 就一個藉口讓他們走出來 跟我們大家一起在那邊開槓 這個阿姨姐聽說你都在這裡做蚊蚊 每天都好 蚊蚊蚊蚊都來做蚊蚊蚊 辛苦你耶 那就請出請出啦 因為我們這裡就都開放 他們就沒事就過來一下 都隔壁了 出邊了 他去油浪壁了 我們幫他做這個 還跟我們交代說要都照好 20萬 所以你們不在意 阿公阿媽他們都來幫你們固點 對 然後幫我們曬蚊蚊固點 然後曬果皮 然後幫你們做加工 好 這就是老社區的 對啊 對啦 你累了嗎 跟著我吃甜點喝咖啡喔 來 現在他們給你們先試喝一下 它的原味 你不是覺得是痛苦 不過是一些水果會痠 這個他叫做搖搖啦 大家都叫的老闆年老闆 因為真的很年輕 才22歲而已 對 大家跟他照顧 好 我們今天來做咖啡凍 那現在我們就是直接在碗裡面 倒差不多到這裡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對 三分之一 你叫 他這個叫做明膠 對 他這個是做果凍的原料 他在冰水裡 不要熱水喔 熱水也有油氣喔 好 稍微放一下就好了 變這個好像是保鮮膜 那個軟度 軟軟 然後把它擠稍微這樣擠乾一點 要讓它乾 要讓它乾 它就透水了 然後這是燙的嘛 沾在味道 這樣就都沾上去 對 沾上去 我們就保鮮膜 它就是這樣子 放在冰箱裡面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做好耶 這是我們做好耶 這是可以啊 對 這是最好耶 在家裡喝茶也可以配這個 這個是日四十七的那個日本洋裝 這是你那時候的衣服 這是看霞嗎 那有霞嗎 對啊 你像這個好看的 對啊 真的不錯 對 這是四十七的 這一定有口感 這以前的衣服啊 它的背段 對啊 這都不錯耶 這細節都很漂亮 這是可愛的 真的可愛啊 這這可愛這英文字母 你有沒有看到 這有歪 對 對啊 這比較年輕的看 你眼光很好 你怎麼看你的 你的感覺很好 對啊 這也是少女的感覺 對 不一樣的角度喔 好 來 一 二 三 你怎麼會有想到 要幫他們做這些設計 像古著 有人會收集比較西洋的 可是我們會收集比較日式的 是因為像台灣 曾經有被日本殖民過 那其實在穿衣風狗上 其實都有互相影響到 那像身形也是 台灣的女生的身形 其實跟日本的女生 比較接近 比較不像西洋的 她會比較強調 胸部跟臀部 然後也要穿比較習慣 所以我們會收集這類型 可是除了自己喜歡 然後也是穿衣的習慣 也比較容易接受 這次的話 就是像少數的 是由我們這邊提供 當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 這樣是要怎麼做呢 你的心靈需要盡空一下 沉澱一下 要去哪裡 有一個地方叫做小飯樓 對我來 我們來把它泡茶捏土 讓你的心靈沉澱一下 放空一下 來 走 這位子 你們現在在做什麼 我們現在在泡茶 這杯子很漂亮 這是什麼呢 龍泊 龍泊 一種手就對了 對 我聽阿嬤說 來和你們做很多次的杯子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 做什麼 他那天是做茶碗 有很多方法 那天我們是用 挖空的方式 搞不好要自己去用 這天也要自己去用 這要把它燒還是怎麼樣 要…這要經過樹梢 上釀之後這個又燒 樹梢是掛在樹梢燒嗎 不是 啊不然是 樹梢是 放到八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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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喔 你們都在這裡放空 讓你們心靈沉澱一下 對 好 我們就來沉澱一下 這過程當中 其實店家也在思考說 台南這麼火弱的文創 那我們迎頭的這些店家 有什麼可能性 然後大家就提出說 那我們是不是也來辦個市集 要辦市集 那我們怎麼能夠 跟台南其他市集比啊 台南 對啊 我們到底有什麼特色 或者贏得過人家 我們店有比人家老嗎 然後會比別人多嗎 老街有比人家有特色嗎 好像也沒有那麼厲害 然後就想說 那我們社區跟別人不一樣 是我們有一群社區的長輩 跟我們玩得很開心 所以那時候就想到 高年級實習生 或者是熟齡實習生 那個過程當中 為了市集還拍了宣傳照 一開始長輩也是放不開這樣子 長輩就會很緊張啊 然後不想拍這樣 然後可是第一批 有四位長輩拍出來之後 其實他長輩就覺得他要參與這件事情 他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另外就是那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鼓勵 看看有沒有長輩 願意參與 來做實習生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長輩 從不好意思 然後到很開心 甚至他會主動 那年輕人也是 他就可能一開始 他可能覺得不會懷疑 然後到開始自己做事情 甚至就像我們看到 也有店家 他自己會開始想很多想法 很多可能性去 比如說市集 市集裡面我們今年要辦第三次 可是第二次就有很多店家跟我們說 我覺得 沒有跟長輩互動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我們這一次是比較多一些 他在意的不是賺多少錢 他在意的是有沒有那個互動 我覺得聽起來 哇好窩心喔 我們今年的520是第三次的那個 歐歐市集 我們這一次歐歐市集 更特別的地方是 現在已經很多 大家看到這些年輕店家 在跟長輩一起共創他們的 未來要在市集賣的產品 而且是長輩出來買 我們也很歡迎就是說 在年輕的這一代 出來玩的時候 把你的長輩帶出來 讓他體會你在過什麼樣的生活 讓他也融入到這個時代裡面來 讓他不要躲在家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要走出台南市中心 往南到關廟 說到關廟 大家的印象可能是鳳梨還有關廟面 其實關廟早期是一個人文世身相當多的地方 尤其是醫生 在鼎盛時期 關廟還曾經有過兩家的戲院 而這些繁華的痕跡 現在還完整的保留在巷弄裡 透過在地青年的領路 我們要一起去看看 大家好 歡迎來到關廟 我們關廟從南到北十七個里 它算是非常長的那個取行鎮區域 關廟早期是西拉雅族群住的地方 最早不叫關廟是叫襄陽社 然後它這個地方一開始的時候沒有那麼多漢人 大概是在明鎮時期的時候漢人慢慢移進來 那在關廟這邊是漳州人比較多 好 我們現在開始要來看我們關廟的三溪宮 其實三溪宮它建造的歷史非常的長 它大概是在那個明鎮時期就有了 古廟是建在頭前這裡 它的香火更新鮮之後 我們這裡在地的四深就是說 不然我們再把鎮修建一間新的廟 民國六十三年的時候決定重建 然後就把舊的廟 依照建築物文物保存方式 然後把舊的廟移到那邊 變成偏殿 泰稅殿這樣 今年剛好 剛才12年的造成 今年的十月中跟十一月 就可以開始來看我們這裡造成一些老年 我們這裡有很多香港町 還有文物町 還有龍鎮 青龍鎮這樣都可以來看 我們現在準備進入關廟菜市場 它本來是鐵皮屋 大概是民國六十年的時候 它重新整建 所以它的天花板是有挑高的 不然以前只有鐵皮屋這樣子 好 我們要去看關廟三代四代傳承的老店 前面這邊有兩攤羊肉攤 還有伊望滷麵 旁邊還有一個米粿 關廟這邊的米粿 它是用純的再來米粉去做的 這一間滷麵它已經祖傳三代了 也是一間有名的老店 它的土多魚加關廟麵 非常好吃 就是它這邊的土多魚塊 用他們自己特殊的蜜方去炸的 我覺得非常好吃 一間只有阿公在賣 所以大家只要說糯米 就會想到我們家阿公 第一代的創始人 那是第幾代了 我們是第三代 所以你們在這邊已經幾年了 七十幾年有了 我想要跟大家特別介紹的是這個肉乾 就是現烤現做的 然後非常天然沒有添加什麼 其他太多的東西 就是來關廟菜市場也可以選購這根肉蓋 還有肉鬆 香氣十足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老房子 我們要來看這邊的三連洞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文明的進程 就是有整修 整修一部分 然後大整修 完全整修 主家他們姓楊 可是他們不是第一手蓋房子的人 他大概是在民國前一年 就是1910年的時候 我們的楊姓阿公 他覺得說 他小時候就看過這種楊樓 然後就覺得說 長大有能力有賺錢可以買房子的時候 我也要買一棟楊樓 所以他大概就是1910年的時候 買下這棟房子 所以他這個已經其實超過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 淺綠色旁邊的那個磁磚 其實已經也都一百多年 完全是沒有整修過的 因為是在日本時代 他們開始喜歡流行這種西洋風格的時候 他裝飾得非常的精細 你看他的浮雕 現在很難看到這一種手工這麼細的浮雕這樣 巴洛克斯的建築 他會比較有這種圓柱這樣 圓柱還在 這是還滿 滿讓人覺得安慰的 感動的一件事情這樣 它連上面那個柴柱 對 它的木樑 它的地板全都還是那個檜木的 檜木都還算是完整的 整個柱子還保存得完整 其實關廟早期還滿多醫生的 然後都是唸日本書然後洗衣 那這個楊德芳醫生 日本時代就從事診所的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後代已經不住在這裡了 那不然這一間剛好都在路邊 它其實是個非常好的一個歷史建築物 包括它的鑄鐵啊 還有它的就是它的格局 都是很簡單素雅大方這樣子 那走過來這邊主要是介紹 關廟在日本時代第一間木製戲院 那當時的戲院是還沒有辦法放電影的 當時的戲院是演布袋戲跟歌仔戲 近代一點就有演那個時裝劇 畫劇這樣 對 那當時是木造的 大概在1960年左右 它把它就是改成二樓磚造的 關廟它可以當時這麼繁榮的原因是因為 這裡不只出產鳳梨 竹筍還有那個 其實它有產藤 那藤葉其實是大量外銷 竹製品是大量 也是外銷到日本 對 然後當時的就是非常 經濟貿易非常的興盛 所以可以有兩家戲院 那這個還留有遺跡嗎 沒有了 完全看不到了 走到邊邊我想要跟大家介紹個 關廟另外一種很特別的特產 這邊呢是一間傳統的打鐵店 打鐵店 然後因為關廟產竹子產鳳梨 所以呢我們在削鳳梨的刀子 跟一般切水果的刀子是不一樣的 那包括剖竹子 刨味的刀也都不同 來行的都會來這間蒼 這個也是老店的 這是標準的七寸鳳梨刀 它是那個海水的鋼刀的 全烏鋼 跟一般刀不一樣 一般刀是三層 合金 這鋼鐵都有 也還有更大半的 那它鋼鐵差不多 它的用鋼鐵不一樣 這是鐵森在用的 綠竹森 這鋼鐵是台鳳梨的 最半的就是它的鳳梨 關廟鳳梨都是用鋼的嘛 用鋼的你太寬的話它不行了 全部齊了 所以這鋼鐵森的用鋼 用鋼 用鋼的 做這鋼鐵森和我們一般的菜鋼 不一樣 現在菜鋼鐵森都記起來 都大龍成山 這鋼一定要手工做 所以它的產量不多 因為你手工 你的冷鋼還是不好的話 你沒有大龍做這種東西 它沒有經過鍛造 像這種道法式鋼 它就是經過鍛造好幾十層 幾百層都有 這庫克利刀 這世界銘刀 原產地是印度尼波爾 它們的景材都有佩戴一把 大馬士格它平常使用鋼來遮剎 因為現在世界上最強的鋼 就是大馬士格鋼 它除了硬度以外 它還有韌度 它有軟鋼跟硬鋼兩種 去折合 所以它壞掉的機會很少 大馬士格它有普通的大馬士格紋 像這個就有四條鋼下去鍛造 你看它的花紋 有沒有不一樣嘛 有一種是夾鋼 像這一把就是夾鋼 它裡面有多一層鋼 這種是最好的 這比較特殊一點 這個至少有五條 它這裡有一條嘛 兩條 然後這邊一層 這邊一層 然後中間再夾一層 這很費工啊 這種就是比較簡單的啦 比較低階的大馬 它就是兩種鋼下去做 做起來就直接這樣 這種呢它就是除了說 那個大馬士格剛練起來以後 然後再把那個 好幾種的那個紋路把它斷介在一起 所以就變成這樣 過程比較複雜啦 它用的時間比較多 這個就是編織紋 這比較高階的 這算是大馬士格馬賽克 這樣子就一條鋼 這樣子一條鋼 這很多很多 做起來就很麻煩啦 目前我看台灣要做這種的 我是還沒有看過啦 大馬士格是有 但是編織紋好像還沒有看過 這個紋路是你自己學的 還是有師傅教你 那些花紋都是要自己研究出來 那等於你自己去創作 你要的 對對對 它就是世界上 你生產這一把出來 你要再找到第二把不可能 它每一把的紋路都不一樣 這算都是藝術品 現在我們進來看的這間是 葛家的一個民宅 然後它其實是 類似三連洞的一個建築物 那前面就是剛好面對 五勝路的一個店面 但是很可惜的是 道路拓寬之後 他們店面立面已經被打掉了 假仙大地震的時候 他們後面也有一些房子就是倒塌了 那現在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的細節的部分 它的正門還沒有被拆掉之前 它的門板就有 德校華陀跟總錐董鳳的匾額這樣子 然後它的第一鏡建築 屬於兩層樓式的街屋建築 以紅磚半圓拱的立面砌足而成 那中間有個天井 算是一個小小的三合院 第二鏡的中間是一個神明廳 那其實它的一些裝飾都非常的華麗 那左右廂房就是有規劃廚房跟起居室 形成一個空間是一個回字型 牆壁上面的彩繪雕花 其實也都有日本風 整個葛宅的街屋呈現了中西日三四合璧的一個建築風格 在當時其實是非常難得的一種建築形式 它特別的是斗拱是通常一隊一隊都是一樣的 他們是每一隊都不一樣 它主樑的部分都會有一個八卦 就是可以保護整個家宅的平安這樣避邪 政府要把它保存下來 可是後代子孫不要 我覺得這個都是後代 後代會去影響到他們整個保存的狀況 因為其實一申請歷史建物之後 它就是只能修復不能改建 然後剛好他們在家族啊 旁邊啊那個房價一定是會比較好的 其實觀廟已經看不到這種 全部都是木材建構的一個立面了這樣 中央戲院是觀廟的第二家戲院 第一家我們早上看的是木造 然後改成磚造 然後因為其實在民國五六十年代 這邊觀廟它的竹邊跟藤邊大量出口之後 這裡貿易非常的興盛 所以那時候興盛到可以再有第二家戲院 然後第二家戲院 重要戲院它蓋起來的時候 開始除了布袋戲跟歌仔戲以外 它還有台語片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當時的規劃 是連下面都有商店街的一個經營模式 在台南稍微有保存住的老戲院的話 它其實都還是木造的 然後大的戲院的模式 比較不像是下面這個是商店街 然後樓上是戲院這樣 那它其實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 都會放一些愛國片 附近的學校的學生都要排客 進來這邊看愛國片 民國七十幾年開始沒落之後 它想要吸引更多的客人來看電影 它放了一些清涼片 它早期這邊是當地比較有名的士生 他們集資做露天戲院 後來覺得說不是那麼舒適 所以又集資蓋了這麼大的一棟戲院這樣 就是有點類似像台南市以前的 東地市百貨的縮小板 這當時其實是非常繁盛的一個象徵 那它現在裡面還有人住這樣 現在裡面有一些早期的商店的 所有全人有出租給住戶們 大概剩下兩三戶還有人住在裡面這樣 但是已經沒有商業的一個形式 是個建築物量體非常大的一個地方 土地是一個人的 然後地上建物又是不同人的 所以可能有三十幾個所有全人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所有全人的話 然後今天放映是我們之後 關廟它所有一些藝文活動 或者是台灣藝文電影 都可以在這邊今天放映 它其實是個對地方 滿有注意的一個建物這樣 對 然後它空間這邊 我就覺得好可惜 有些老房子在關廟的發展的歷史 它曾經非常的輝煌 我讓更多人去發現說 關廟也有一些特色建築 或者大家一起來討論了解 關廟特色建築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在 或者是不在了 它比那個大型的一些歷史建物 更容易不受到重視 就像一個部落的老人家講說 文化的土石流比實際的土石流更快 如果說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課程 然後去在媒體上 或者是網路上做推崇 不管是對於本身家族的一個歷史情感 或者是在文化層面 或者是關廟地方的發展 多少去保留一些東西 我們現在來到一家鳳梨酥店 關廟其實很多賣鳳梨酥的地方 但是我特別推薦這一間店 是因為它的土鳳梨酥 一口酥我個人非常喜歡 它有鳳梨的香氣酸味 然後它也不會太甜 就吃起來剛剛好不會很膩這樣 所以推薦給喜歡鳳梨酥的朋友 好吃 好吃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關廟好吃的手工麵包 它就是純手工製作 然後天然酵母 沒有添加任何防腐劑 那它的麵包的香氣口感都非常的迷人 非常的特別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老闆娘來幫我們介紹 店裡面的招牌 我們的招牌就是蘋果肉蔓蒂 裡面有加的鳳梨跟蘋果 新鮮的煮一煮 然後再放麵麵跟葡萄乾下去做 味道很好 就是很水果的味道 然後還有一款是鳳梨吐司 裡面那個鳳梨酪我都自己煮 然後它是老麵做的不油不甜 就吃起來很Q很好吃 有鳳梨的香氣 這是我們的鳳梨麵包 就你們可以試試看看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呢 是關廟的大潭皮公園 它其實是明鎮時期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基礎的皮塘的一個地形了 叫碧一潭 其實是有一個很美的名稱 叫香陽春樓 然後它就等於是整個台南地區 第一個村庚的地方 然後它也是當時的台藝八景 在明清時代的時候 關廟有四個比較大的水皮 最大的就是大潭皮 它其實是在清晨的時候 那個水潭是最漂亮的 整個浮城 最有名的八景之一 居然是在關廟 可是不太有人知道這樣 我覺得來關廟這個地方 除了關廟面 關廟鳳梨 還有關廟竹筍之外呢 還有一些古厝老巷 都非常歡迎大家來探訪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關廟交流道 那來到這邊的時候 都可以利用這些便捷的交通 那我們有一個關廟的公車轉運站 我會多希望城內的人 往城外移動 然後包括外地的人 好好的在關廟走一走 可以有更深度的認識 還有踏查了解這樣 鳳梨除了好吃之外 還可以拿來做酵素 做面膜 其實還可以拿來做衣服 這是一位關廟女生 過去在花里念書的時候 偶然之間發現鳳梨葉 可以拿來面線織布 回鄉之後 她就致力發展鳳梨的纖維 希望能夠有朝一日 能夠為關廟的鳳梨 找到一條新出路 而目前這個希望發展到哪裡呢 一起來看看 大家好 大家有吃過關廟鳳梨 但是知道關廟鳳梨 長的樣子是什麼嗎 來 我帶你們來看 我們關廟皮頭社區 林大哥的鳳梨田 這就是我的鳳梨田 目前種的是金狀鳳梨 金狀鳳梨 它的生長期間需要一段半的時間 採收的時間在三月至六月卡頭 目前是我們剛好才長到時的時候 差不多要長到多大才可以採收 我們表皮變成到八分 我們就把採收起來 像目前這顆就是可以採收的時候 這樣採收之後可以放多久嗎 因為我的經驗大概十五天 五個月裡面 有什麼保存方式還是 很慢很價最好 當然可以很慢很價最好 不過我們如果說 有時候買了有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就把頭切掉 薄薄再放冰箱 這樣可以更安全 冰箱是要怎麼酸鳳梨 那個鳳梨 整隻鳳梨看起來很長 整隻鳳梨看起來很長 我們還算經常這樣 四湯四湯這樣 你如果打起來的花 想不到我們 用這個秋青頭 抓在那邊的聲 這就是我們 那邊的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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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我們在說的是 褲子 一般我們在做的 反應是都要褲子比較好 它的保存期也可以更久 你們知道現在 薄薄可以做什麼嗎 我們已經去慢慢的了 之後 回來了我跟你們說 這個褲子可以做什麼 我現在來公布答案 太神了 我會做衣服 去花蓮練大學 然後接觸到原住民的自然纖維編織之後發現說 原來鳳梨葉的纖維也可以利用 他說天啊我住在關廟 我居然不知道鳳梨纖維可以利用 回來關廟之後就覺得說 我要找個時間 去附贈這個手工藝 好 好 那這顆鳳梨葉子 我會把它的纖維刮起來 鳳梨葉 它不太喜歡水 所以它的葉片表面會 需要有一個防水層 它會摸起來滑滑的 然後 我們要破壞它的那個葉面組織 甲森林剛好拿到的那一片 它的旁邊的刺會比較多的話 我們就是刮一刮用湯匙 那個刺除完了 我們要給它折一折 就是做個表面的破壞這樣 然後小朋友會這樣 老師 這個好療癒喔 好像這個擠那個氣泡紙這樣 好 然後呢 就是開始用刮的 然後我們有一個口訣要記的就是 距離短 速度快 它這樣子比較 你如果拉太長 它其實反而容易攪在一起 所以你如果距離短 速度快的話 它密集度夠 它就過去了 所以你其實也不用很大的力氣這樣 有看到嗎 白白的 有 這個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纖維 很香喔 對啊 所以我覺得刮纖維 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你聞到炒香味 那我們等一下在取葉片的時候 大家要注意就是 你的纖維要拉起來 拉到哪裡 你的手就要壓到哪裡 你如果太快拉起來的話 它容易亂也容易斷這樣 好啦 那我們現在要洗一洗 它會不會變白一點 好 我們就是放在水裡 那現在水裡面 手就是你的工具 如果你有一點點指甲的話 會比較好洗 就像在梳頭髮一樣 慢慢的把這些渣渣給洗乾淨 然後你要記得 在洗的時候一隻手要捏住 不然它等一下會散掉 好了 洗完一條了 可是它洗完顏色還是帶有一點 微微曬太陽 對 所以它要曬太陽 那我們通常就是 它要洗曬七天 因為越曬它會越堅韌 它比較不容易斷 它會讓纖維更柔軟 等於是有部分柔鮮的功用 就會更柔軟 質感會更好 藉由它這樣反覆的過程 對… 因為我們是手工曲線 那一般人不會做這個動作 所以他可能不熟悉這個 體力運用的一個狀態 七十幾歲 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他們覺得做這件事情還滿有趣的 可是他們體力可能沒有辦法持續 或者是說鳳梨纖維太細了 眼睛看不清楚 那中生代跟青年 他們會覺得這是個非常勞力的工作 所以我如果還要再推廣鳳梨纖維的話 人力成本是非常高的 可能需要一些金主或者是贊助商 來一起開發這個部分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要來曬纖維 剛才洗過的纖維要曬一曬 我們曬纖維就把它掛起來 就是這樣夾起來就好了 很特別 很好玩 其實真的滿累 這個如果只靠這些少數人 單薄的力量一定是不夠 所以還是需要政府支持 快要廢棄的鳳梨葉 還可以創造出不一樣的另類商機 政府應該要積極的幫忙協助 經費的補助 讓這項產品能夠在國際上面 創造台灣的獨特性 我們是台南市官廟區 當時社區發展協會 有在做我們的鳳梨斑頭 我們的鳳梨斑頭 在我們農曆過年之後 差不多在三月份到六月份 這段時間我們的鳳梨是最好吃 我們也是差不多這段時間 來烹飪鳳梨獎 我們的鳳梨 想到現在要烹飪三點半小時 讓鳳梨的水分去霧 可以夾鳳梨獎 才可以做鳳梨斑頭 所以我們這個鳳梨斑頭 是很難 很難 我們鳳梨首先的時候 暗粉和鳳梨 先去敲敲火的絞 還有這個蠔酵母 做火的去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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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看它的軟度 不能太軟 如果太軟做起來 會碎碎碎 所以這段就是在用 在砰火的絞 來 我們這位中伯士大 這次要來看你們工夫 我久久做一遍 真的感覺很趣 我們這個圓斑一百歲了 一百歲在這裡 在捏我們的鳳梨斑頭 所以這裡會當火燒 我們當市社區志工 跟這裡阿公阿嬤 大家做下去 所有的鳳梨斑頭 所有的營餅 都總是用在我們祭典裡面 做這些營養午餐 做這些關懷的部分 所以我們營養 如果想吃我們的鳳梨斑 跟麻煩你們打一個電話 因為我們就有人訂購 我比較有做 那些都現做就現賣 所以如果沒有來訂購 是沒有辦法 人家可以吃到我們的真正 我們的養生的鳳梨斑頭 人家可以吃到我們的養生的鳳梨斑頭 好棒 先謝謝大家今天光臨 來 我們從這邊開始來做解說 一般麵粉在攪拌之後 我們會先把它拿起來看 如果這樣子壓下去 它可以合得起來 就是可以 然後再把它揉開 揉得開的麵才會好吃 然後一般洋春麵的話 它是不需要揉開的 因為它的過程它不用曬乾 所以它只需要在過程中加麵粉 在上面它就不會黏著在一起 但是因為光臭麵它是要曬乾的 所以它不能加麵粉在上面 它再攪拌好之後 我們會把它倒出來 來 小朋友可以來捏捏看 可以來拿麵粉拿看看 那個你們會試試看 它的手感會不一樣 有機會你們去摸到洋春麵的時候 你就覺得好濕喔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不用曬乾 這是原料是什麼 高筋跟特高筋 中間有加水 那是加什麼 加鹽巴 鹽巴水這樣子 然後因為麵粉 它本身在發酵的過程中 會比較酸性一點 偏酸性 所以我們會加那個鹼 然後中和它的酸鹼質 必須看時間跟濕度是嗎 對 然後還有天氣也有差別 然後關廟屬於秋林地 所以它的日照時間長 然後風場也很好 所以一般關廟麵 純日曬的話 它起來都會很好吃 它會慢慢的把水分蒸發掉 它不會像一般烘乾的 它會瞬間把水分抽乾 或者是那種太陽太大的話 也是都要注意它那個細節很多 然後這個粉機會是在上面 然後攪拌碗直接放下來 然後下面有個大圓桶在那邊旋轉 這就跟我們在饅頭的揉麵糰一樣 它是在那個壓盒的過程中 讓它麵條更Q 然後你越實心的話 再曬乾 讓它慢慢風乾的話 它會更Q 因為它越結實 所以像它風乾的話 大概時間要 大概兩天 如果太陽大的話 一兩個小時 翻麵以後 然後隔天再曬一下 人工翻 對 人工翻 現在關廟麵有兩個流程 是沒有辦法機器來做 就是折麵跟翻麵 所以一定應該要人工 也有人想過要用機器去折麵 等一下折出來就是真方形 沒有辦法折出那個三杯的形狀 因為三杯的形狀 所以關廟麵它在日曬的過程中 它會慢慢的蒸發水分 如果你是正方形 它會變成說 這個地方乾了 下一天那邊就不會乾 它就比較集中一點 濕度會太集中 就流眼淚給你看 真的 摸摸魚過很多次 我們有那種整個面場都是面 然後突然發 全部丟掉 靠天示範就是這樣子 就一瞬間通通都不見了 先摸摸看 手感不一樣 你在摸的過程中 可以知道它好不好 如果面上面有毛細孔 它就會呼吸 如果你太光滑的話 它就不容易水分的散發 就不容易散發這樣子 然後你看這樣子摸起來 你就大概知道它上面的毛細孔很多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拿到 按到大拇指 對對對 就是這樣 就會 我們手就是要拿這樣 對對對 漂亮 對對對 你看這一條就很漂亮 就轉過來了 然後這隻手就放開 然後把它放到下面來 然後按住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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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它放到下面 然後呢 切 然後就把它放下來 就扭好了 就扭好了 我們左邊的時間已經告音段落了 背方變了 然後停下來左邊的動作 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光標面是曬啊 容易有兩種東西 第一種是小蚊子 然後另外一種是鳥類攻擊 所以在翻面之前要先檢查一下 然後翻面啊 你可以這樣子翻 好特技喔 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這樣子翻 你都可以翻翻看 來 大家可以翻翻看 這個可以盡量翻面 我相信這就是乾的 一 二 三 關廟的麵 對 好厲害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 關廟新埔里 張姓家族的古厝 那這個古厝的歷史非常的悠久 它大概是1870年代 就是已經建築好的 是相當傳統的土甲柱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很漂亮的紅磚 紅瓦的屋頂這樣 那其實在02 06 台南大地震的時候 它也是受損非常嚴重 然後張姓家人 他們自己自酬經費 然後慢慢的花了一整年的時間 把它修復完成 那我們這一次 關廟青青藝文串聯行動當中 我們會在6月2號辦一個 老錯音樂市集 那就會在這個地方 以這個三合院 小小的三合院當作舞台 然後這整個古厝附近的巷弄裡面 我們就會有擺攤 那晚上呢 壓軸的表演是請台南的 金曲歌王謝明佑老師 來幫我們做一些演出 那也有結合當地的一些社團表演 那非常歡迎大家來觀廟 跟我們一起享受 黃昏傍晚的老錯音樂市集 台南這幾年的觀光熱 讓府城除了既定的小吃 跟古蹟的印象之外 又帶動了老屋活化 同時也走出了 屬於自己的城市風格 而這些改變呢 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是來自於民間的努力 而台南的例子 其實也讓我們看見 除了硬體建設之外 軟實力才是觀光永續的力量 那麼開心 我們再次歡迎 到處理一下 到了 是